哈喽大家好,我是Cameron,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新都督队 在我最近的几期视频里呢,一直在猛吹这个群工 这个可能大家也是不是特别理解 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这个地方还是要再强调一面 就是说并不是说鼠工一定比群工弱多少 或者是说群工一定比其他任何队强多少 我所谓的这个群工强就是群工会让你的整个五队的共存 看起来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平衡 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有了群工,我们就可以玩草山孙权 玩这个夺魂的设计工 然后呢,再玩一个风石阵的一个蔡卫顿 这个来说就是相当相当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来说 好像满红的群工也是一种奢求 基本上是无望去组出一对满红的群工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寻找一条途径来找到这么一个 越过技术壁垒的这样一个途径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跟夏世生活中 咱这个国内做仿造药差不多 对吧 人家原创药基本上在非常精尖的一些工艺部署上 都会申请专利 对吧 我们需要在这个保证药品质量的这个情况下 寻找不同的途径来这个越过这样一个科技的壁垒 然后实现这个仿制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相似的一个道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继续玩我们的标准的鼠工 对吧 这就非常合理了 OK 那我们就直接找到了这么一个队 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队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整个铁的思路 包括打架了一个强度 这个队呢 有点像草山孙泉 也有点像设计工 对吧 现在来说好像设计工被诟病的挺厉害 究其原因呢 其实并不是设计工有多差 对吧 这个实际上来说 就是单军民的体系是很差的 这个这一点 我估计大家也有体会 就是这个陆训无枪 只带军民的那一种 非常的差 对吧 就是打骑兵也打不过 打工兵也打不过 也就只能练练桃园了 基本上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强度了 反正就感觉挺不理想的嘛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赞必加元户的这么一个体系 现在的地位是比单军民要高很多的 这一点也比较充分的体现在设计工里边 因为设计工就是感觉被爆头的几率也是挺大的 这一点来说 我也是必须得承认的 那么这个队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周瑜来带草山接舰 这个技能的位置是完全不变的 然后陆训带的是当风兵武 这个也是完全不变的 然后陆训带上援护甲 鲁肃带上三笔西风 来形成这样一个主要的防御体系 然后基本上来说 陆训在扛过前两个回合的伤之后 他应该是兵力会相对的低一点 然后鲁肃就可以把他的属性比较精准的传给陆训 这一点上他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然后这基本上来说 这就相当于六个格子里边的四个格子已经定下来了 另外的两个格子 因为我们还是要稍微追求一下控制 相当于弥补一下城仆出走带来的一些损失 所以我们就是带上了燕珠风飞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考虑识别三日的这种情况 因为识别三日基本上来说 就是一定要跟司马顿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选一个燕珠风飞 然后最后剩下一个技能是比较不确定的 我给大家展示三种不同的组法 当然了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更好的组法 这个地方我们先不讲最后一个技能 那么燕珠风飞可以是周瑜带也可以是鲁肃带 这个都可以主要看最后一个技能带的是什么 基本上来说 假如说已经带上了这五个技能 那么你这一队的平分 基本上就是在105分到110分这个区间里边 那么最后一个技能 经过大神的不断跑软件 大家发现基本上差别不是特别大 都是在这个区间里边 有什么呢 有这个鲁肃带折虫玉巫这种 有鲁肃带玉笛屏障这种 然后呢 还有这个周瑜带整装带阀 然后呢燕珠风飞来交给鲁肃来带这一种 基本上目前来看是有这三种 当然还有一种 我想到的就是带武当飞金这种 大家也看到了我的鼠工 现在带的是多魂加上火炙 太平加上卑蛇 那么就是相当于省出一个武当给这个队来补充一下输出 我觉得这种也是比较合适的吧 因为这个队好像打兵人队来说就是骗骗虎沉之类的 还是做的挺好的 我接下来呢应该是会再出一期视频来讲这个队 然后来讲一讲这四五个技能这种差别 因为我应该是比较有动力来亲自来测试一下测评一下这个队的 当然了 现在来说 目前来说评分最高的就是周瑜带草山界限加上整装带发的那种 评分到了111 当然了 这个就是那个评分体系的问题 那个评分体系对多加回血的这种队伍呢 是比较照顾的 给的分稍微高一点 有点溢出了 他也给的分高 OK 那么我们就主要来看一下战报 第一种 这个是带的是折成欲无的这种 然后打了一个肉弓 打的是挺不错的 两万一 最后打完了还剩一万五 这边呢是满兵 最后剩下一万四一万五这个样子 还是挺不错的 发回来说六次火烧连营打了一万二 对了这个玩家也是着重介绍一下 这个玩家是目前天花板区的天花板的玩家 就是这个141区 基本上铁巴上大家也基本上会对这个区有一些了解 对吧 141区是满红聚集地 然后呢 他是这个区的一个贡献第一 当然了 这不是说因为他是天花板组出来的队 这个队就一定强 对吧 这个朋友跟我还是挺熟的 他说的挺实在 对吧 他打出来他这个贡献第一 并不是靠什么神奇的队伍 靠的就是 叔公 无奇 泰威顿 就是靠的这平平无奇的三队满红 就打出来就没有出什么特别大的花招 就基本上打出来什么一个贡献第一的位置来 这也就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并不是需要多么出彩的一个组队思路 你就把这个开荒的每一个细节做好 把发育的每一个细节做好 你就有可能去做到这个全区的第一 当然了 这也是给比较不那么红的玩家一点自信 就是说我的队伍实际上是跟这种天花板级的玩家 用的队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叔公 泰威顿 无奇 就是这几个队 没什么新奇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上个视频讲的那些东西 他就是靠这前三个队来打出来了这样的一份成绩 然后这个队是他的第四队 所以说这个队在他的嘴里来说 对他的贡献榜的进度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但是呢我还是很信任这个朋友 毕竟人家的这个水平摆在这个地方 人家组的队毕竟不会差 然后再看第二张战报 第二张战报打的是一个白本的 偏白本的一个无枪 就是基本上来说 你又有增伤又有鲁素给这个传属性 基本上传完属性之后的陆讯 智力能到650 差不多这个数吧 所以来说还是比较强的 基本上就是将为吸一口的这么一个水平 就相当于你从二回合之后 全城都是有一个躲回血破的 然后呢打了一个军民的泰威顿 那么这个军民的泰威顿应该是说满红啊 单单只讲满红 满红的强度还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来说就是打鼠攻啊 打无枪表现都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 感觉这个队最差的一点 就是打无旗啊 打这种兵人队感觉 并没有那种完全的压制力 然后呢冰损稍微有点大 然后这个军民的泰威顿有一个命门 命门在哪里呢 就是比较怕那个官媚的各种鼠枪 比如说这个官官卫这种 我比较推的这个鼠枪的形式呢 就是官羽官卫加上卫言这种 当然了其他各种的形式都是可以的 每个人对这个队的理解不一样 这个就不详细展开了 那么这个队看起来还是比较怕这个军民的泰威顿呢 那么这场打的就是完全的一个五五开 然后跟这个玩家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呢 他说这个队好像是也比较怕卫法盾 那么卫法盾就是刮骨加上草船两个队 两个技能都用上了嘛 这么一个队 然后打了一个桃园 打的是比较轻松啊 所以说基本上来说就是保持了 保持了一个对于盾兵兵种的这种逆克制 打了一个鼠枪 这也打的比较轻松 五次烧了两万 然后呢 接下来的一个版本呢 是就是周瑜带的是整装带发的这个版本 然后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有什么差别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的对吧 打了一个护尘弓 打的是比较轻松 为什么呢 就是暂比加元或者这个体系管用 然后打了一个单核下喉 这个打的是挺不错的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喉源带上了一技当前之后 假如说发动两三次的一技当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掉血的这个分布情况来说 就是周瑜陆迅加上这个鲁素 鲁素的掉血是比较偏多了 这也反映了一定的问题 他就相当于来说 还是比较需要一个刮骨疗毒这么一个技能了 大概有这种感觉 对吧 然后他这个周瑜的加点是全统的加点 为的就是照顾这个草船渐渐的一个回血量 以及自己减少自己被暴投的这个风险 大概是这个样子 当然了这种加点方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呢 不知道 对吧 然后呢是打一个蜀国的枪兵 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打一个三十旅 OK 打一个白本的天王宫 这个天王宫是挺豪华的 还是八门加上军民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豪华了 打一个桃园 打一个中红的陆讯无枪 打的是非常的轻松 打一个白本的树弓 OK 然后打一个无枪 那么这个地方就表现了很差了 对吧 因为人家是不带虎锯的 带的是白棋 这时候就认知人家砍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管你是什么 对 你甭管你射击弓无枪都没办法 对吧 人家就是都砍这么几个回合 然后是打一个护尘弓 大家看到了这个打护尘弓还是有一定风险呢 就是有的时候护尘封起来也是谁也挡不住 对吧 然后打一个树弓 这个树弓应该是打九八打出来了 然后打得是不是特别好 裂平了这场试 然后呢 接下来再展示的就是带预递屏障的这种 这个呢 也是细节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差异 还是大家自行体会 对吧 到时候我练出来这个队之后 我也会再把我的体会再讲出来 OK 这是打一个白板桃圆冲九八 这是一个无枪 也是有九八的 然后打一个虎城弓 打一个天王弓 打一个树枪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总结一下 这个队打击面来说 应该是比设计攻势稍微好看一点的 打起来比较有难度的有几个队 有什么呢 有军民的太威盾 有这个双奶的卫法盾 有鼠弓 这些队呢 打起来都是不是特别容易的 然后呢 打这些兵刃队 感觉这个虽然有这个三比加园 或者这么一个体系在 也是有翻车的可能性的 但是呢 这种可能性是远远的小于了标准的设计攻 那么这就是这个队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呢 这个队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一试的 为什么呢 就是可以避开群攻 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 第二种就是 假如说你是一个草船孙权的爱好者来说 基本上来说 这个队的评分是110 然后草船孙权是113 这个样子吧 那么 可以说就是 你牺牲了什么三点到五点的一个 综合评分 但是呢 你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一个 可以打腾甲的这么一个权力 基本上来说 这个收益还是挺大的 这两点来说 都是对这个队比较优势的一点 OK呢 这个视频就讲这么多 大家赶紧试起来吧 这个队还是非常推荐的